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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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认识的 通过朋友认识的 你现在是不是也应该在重庆生活 对 我现在是在重庆生活 因为我现在是准备考重庆的大学 考研 读大学的时候在哪读的 长沙 一口南方话已经听不出来甘肃人的任何口音了 你知道 今天来是因为女生好像有一些 心里过不去的事 是吧 对 来 说说给老师我们听听吧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快一年嘛 在一起之后 我对他就是有什么都说什么都非常坦荡 然后我发现就是他对我总是支支吾吾的 后面我就听朋友跟我讲 就说他总是喜欢去酒吧玩 然后在我之前还谈了十几个女朋友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他自己的私生活应该很乱吧 主持人 这样子的 就是他的那些朋友 我根本就不认识 然后他们也不认识我 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这样在背后乱说我这些 而且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就是我一直真心地对他的 他非要总是说 把那些我认为没有的那种罪行 夹在我身上 认为我过去总是这样这样的不好 但是我们现在的感情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你不要总是说 纠走过去不放 他现在对我还是这样子 还是会隔三下午去酒吧 然后他有一次就是我看他手机 我就看到他跟他玩得好的一个男孩子 一个兄弟聊天 他就给他兄弟教我怎么去追女生 都是那些给女生画大饼 说一些有的没的那些小心机 男孩子那些小心思 我觉得他挺会的 就可能是个渣男吧 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男生对兄弟之间 都是有什么说什么 我就是教我兄弟怎么跟女孩子说话 因为他不会跟女孩子聊天 就这样子 然后我女朋友就认为我到处乱说 什么画大饼什么的 所以这个好像变成现在一个哲学命题了 是现在的男人变坏了 还是现在的女人变傻了 显而易见的问题 你说骗为什么老能相信呢 对吧 这个这个我们不去讨论他 这是女生通过看他这个 有一个担心和自己的推测 对吧 这只是推测嘛 不能作为事实的 但是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嘛 就是我带他去跟我朋友见面 因为我想跟他在一起 也认识一下我的朋友嘛 嗯 我就带我几个闺蜜跟他一起去吃饭 然后过了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这样子 然后 我的其中有一个闺蜜她跟我讲说 她特别好 各方面都特别好说 以后如果你们分手了 就要跟她在一起 她就是 后面我就觉得很怀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啊 然后我就去看她手机 然后看她手机 结果我发现她加了我闺蜜的微信 她没有跟我讲 就我觉得她们肯定是 背着我聊了什么 我以前也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 就是首先我跟你闺蜜对吧 第一次见面 我也不认识你的闺蜜 是她主动加了我 然后我想 应该是她通过你 才要了我联系方式吧 不可能说她无缘无故 就是我的微信号吧 她毕竟是你的好朋友 然后我就出于礼貌 就通过了嘛 然后她加了我之后呢 我们也是礼貌性的聊聊天 然后呢 你的闺蜜她也就说一些 希望我们好好在一起的话 就这样而已 然后你闺蜜说什么 你分手了就要告诉她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这一听就是开玩笑嘛 对吧 如果我们真的有什么的话 她还会这样子 当面跟你说出来吗 那我觉得苍蝇不定无缝的蛋啊 你肯定是因为有什么原因 她才会这样跟我讲啊 不是所以我好奇的就是 你的闺蜜怎么会有 她的那个微信号呢 是你推送的吗 我没有推啊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她们那天 怎么加的微信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很怀疑嘛 就我真不知道 回去过后我就看到有个 那个通讯录显示 一个新的联系人添加嘛 就加了我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什么人你怎么会加呢 因为那个验证信息写的是 就是我女朋友的名字 还有她的朋友 就那个验证信息写的是她的朋友 然后我想了都通过了 那也很奇怪 那怎么会有呢 好奇怪啊 对啊 我也在究竟这个问题 哦 这是一个悬案 行 我们挂在这儿 就是女生在心里面 觉得这个男生不是很安分 这么说比较客观公允对吧 对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就是 她跟一心的关系 总是捋不清楚 嗯 就是跟我在一起之后 她那些女性朋友啊 隔三差五的 就找她去酒吧玩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不准她去 她那些女性朋友 就在她朋友圈啊 抖音啊这些社交软件的 底下就评论 就阴阳乖气我 就骂我 然后她不维护我 一点都不维护我 我让她删掉那些女的 她都不删 她就觉得啊是她的朋友 兄弟啊怎么的 主持人 这个我也要好好说明一下 我的那些异性朋友啊 就是在我跟你在一起之前 我们就已经认识很久了 我把他们当哥们一样子的 他们也把我当姐妹这样子的 我们以前也经常一起出去玩嘛 但是我女朋友跟我 在一起过后嘛 他们叫我去玩什么的 都是不准 然后呢我那些朋友 后面都知道了 是我女朋友在中间 就是搞得我们关系很僵 把自己弄得跟个全面爱斗似的 谈个恋爱 粉丝还来骂是吧 这什么事啊你们弄的 然后我女朋友就很生气说 要把他们都删了 就删了呗 但是我跟他们真的 就是关系挺好的 然后我跟他们可以不接受 不可以 人家就要你一心一意表达决心 删不删 但是这样真的面子上很过不去 就是突然间跟他们绝交 要面子还是要女朋友 行吧 这个问题挂着 但我没问 这是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是吧 我觉得他有时候很双标 就是他让我删了一些 异性朋友对不对 但是他跟他前男友的微信 他现在还一直留着的 我让你删 他也不愿意 我的确没有删我前男友的微信 因为我就只经历了两段感情 一段就是跟他嘛 还有一段就是跟我前任 然后我跟我前任 是在大学的时候谈的 而且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我是非常坦荡地跟他讲 我说我有我前任的微信 因为我前任他对于我来讲 不仅是一个前任 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导师 我不想跟他搞得老死不相挽 因为我们也是和平分手 而且我跟他谈恋爱 我前任从来不会找我聊天 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也隔在中国的两个地方 也不会去怎么打扰彼此的生活 我是非常坦荡的 所以我才没有去删前任的微信 他就是每次我给他生气的时候 他都会没有挑不到我的刺 他就只能拿这个事来说 他说问题 他总是用他前任的事情刺激我 就是我拿你做得不好 他就说他前任以前 对他多好多好 就拿这个数落我 我心里听得很不是滋味你知道吗 我肯定会数落你啊 因为你都是我的现任 我的前任是我之前的男朋友 都比你做得好 那我肯定会跟我现在男朋友 去对比啊 你连我前任都比不过吗 那你私就是说我小心眼呗 你本来就小心眼啊 你一直都很自私啊 他怎么自私呢 他怎么小心眼呢 他就是有一次嘛 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聚餐 有一个我的异性朋友 在那个餐桌上嘛 就跟他就开玩笑 就说你女朋友长得好漂亮啊 他跟我在一起就是 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啊什么的 他就立马甩脸子走人 为啥 就是饭都没吃直接走了 料我在那里很尴尬你知道吗 就是这是他的异性朋友 我跟他不熟 我们第一次见面对吧 他一来就说什么 我上辈子积德 捡了多大的便宜 才跟他在一起 我听得就很不爽啊 就是这有啥不爽啊 我跟他熟吗 他这么跟我开这些玩笑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配不上我女朋友嘛 然后我就感觉到 异性朋友好像喜欢他一样 这是多好啊 我就是烂蛤蜊天鹅也在我嘴里啊 你应该是这个心态啊 你着急吧 你气吧 我开心啊 这小男生真是 但是他老朋友 这个小西眼 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我就感觉了 这要什么面子啊 我觉得你们有时候气氛的 都很奇怪 你们在意的点好像 都是见走偏锋的点 你是学什么的姑娘 我是学美术的 对 然后我今年也要考研 所以我其实我的生活 是非常忙碌的 然后我平时的话 也会在家里要完成我自己的课程啊 作业啊等等 然后他就经常就没事做嘛 他除了下班 就是打游戏这些 然后之前他给自己买了双新鞋子 他去DIY自己的鞋子 拿我的颜料啊什么的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艺术生来讲 我们的这些画材真的就是半条命 就很重要 理解 然后对他就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去用了我的画材 结果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我要完成我的作业的时候 哎我发现颜料没了 我的笔也坏了 我就跟他发火了 他一直因为这个事情 觉得我很小气什么的 我就用他的画材 就自己画了一下 他就很生我气 他就说我用了他的笔 不跟他说啊这些 然后我就觉得他太小心眼了 哎你女朋友画画画怎么样 我觉得 始始求是嘛 我觉得他画的挺一般的 就挺无语的 他总是觉得我什么都不好 啊 然后我之前其实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他现在就是觉得 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然后还觉得我的作品也不好 就总是指指点点的什么 他拿我的作品跟他朋友去做人情 因为我学美术嘛 他就给他朋友就说 可以帮他的朋友画一些肖像啊 装饰画呀什么的免费送 哎其实我觉得也没事 就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这样子 我就送了我就画了 但是他还要给他的朋友在微信上说 哎我女朋友画的很一般 你别介意怎么的 那就挺无语的 啊我那只是谦虚而已啊 我怎么可能说 冯文就夸你画的多厉害多厉害吧 万一他们不这么觉得呢 我说一般什么的 别人也不好再说你什么 对吧 你刚才可说的是他画的不怎么样 但是对外面肯定不能这么说啊 只是我私底下这么说他 我一直想刺激一下他 让他更努力的去学自己的画画这方面而已 哦你是为了激励他是吧 对 你是现在要考研是吧 嗯 你看人家不用激励啊 对吧人家要考研了 说起来考研的事情啊 我还是觉得他一点都不认真关注自己的学业 他还私底下去接什么模特啊这种活动嘛 就是主持人这样子我正好带了图片的 可以给你看一下他跟那些男搭档这种一些照片嘛 就这个 我看了就很难过有时候看了就 哦 工作嘛 但是他不在意自己的学业啊 这是他第二次考研啊 他之前有一次也是失利了嘛 他现在还没把自己重心放在学习上面 专门就是说去搞这些活动啊 挣钱这些 我觉得他有点舍本竹墨了 我觉得这个也与你没有关系啊 我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努力的人 我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嗯 我平时一周会有两天的休息日嘛 因为五天都在上课 我不可能就说我休息日 我还要继续去不让自己大脑放松一下 但是我躺平我又不是一个躺平的人 嗯 我就是很努力我就想去做点事 我在大学开始已经经济独立了 我周末就会去兼职拍拍平面 赚赚生活费 我觉得我并没有做什么很过分的事情 只是站在那里笑一下 摆摆动作什么的 我并没有就是做得很过分啊 他就总会拿这个说事 所以我们刚刚在学的时候嘛 就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我支持他考研 希望我们互相进步对吧 嗯 但是现在他反而是什么 他不光是做模特吧 他还在私底下什么 自己的抖音啊 小红书这些 他做自己的账号 把自己搞得跟网红一样 就是我为了支持他考研 我要给他买一些教材 希望他能真是好好努力一下 不要说再浪费一次机会 但是他根本就是 没有把我的心血放在心里面 我真的不知道 你现在是有什么脸在这里说我 他在这里说我不努力 就是他自己现在就很安于现状 他每天下班就是打游戏 刷抖音这样子 每天就躺平在家 什么都不做 然后他还说我不努力 我觉得你拿好意思讲 主持人你也知道 是我的工作 是很高长度工作 我平时上班 手机都不能看一眼的 要上交了 然后呢 我回家下班过后呢 我一天那么专注地去做事情嘛 我想放松一下自己 看看手机嘛 他的看我很不爽 你们反正彼此都看不上嘛 对吧 你觉得他躺是吧 嗯 他觉得你努力方向不对 行吧 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困扰吗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父母这边嘛 嗯 然后我先见了他爸妈 他爸妈也对我挺满意的 嗯 然后就见了我爸妈 我爸妈也对他挺满意的 哦 结果到后面就是 他妈妈就总是见一面 对我洗脑一遍 见一面对我洗脑一遍 洗啥 就是不让我考研 就是坚决反对我考研 就说女孩子家考什么研 他妈就想让我立马参加工作 说女孩子就要经济独立 什么什么的 就说如果我跟他以后成家了 结婚了 说女孩子没个工作 说这个家难道就男孩子 一个人出钱养你们吗 怎么 他是长辈嘛 我肯定不可能跟他对着干 我就说 我知道了阿姨 我说我也会在经济方面去考虑的 嗯 但是突然间就是有一天早晨 我正要上课 真就是早上七点半 我刚起床的时候 他妈妈就给我打了几遍电话 我以为是啥急事 我就说阿姨怎么了 我这个是有截图的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吧 就上午七点半嘛 早上七点半左右了 阿姨帮你不帮亲 我知道了阿姨 妹儿请 就我后面就吵起来了 就我妈就说了 外婆不同意你吗 哦 就是你外婆不同意 没有没有 妈妈拿外婆来说事了 然后就说希望女生不要考研是吧 对 就是希望我 如果我坚持考研就要让我跟她儿子分开 这样子 但是她前两天还跟我一起吃饭 就像上面那个截图 她说 说阿姨没有生女儿 说只有一个儿子 她说阿姨看到你很亲切 以后就是阿姨帮你不帮亲 说你有什么委屈都可以跟阿姨讲 这让我觉得在重庆真的是有一个 像爸爸妈妈那样子的人疼爱我 但是突然她妈就变脸了 也不是突然变脸吧 就是把真实的要求说出来了嘛 怕你读了书跑了嘛 儿子hold不住嘛 所以说我才一直说 希望她能说好好把研究生考了 找个很正式的工作嘛 就是不像做模特这样子吃年轻饭嘛 所以你希望她考研的目的 是考完研以后好找工作是吧 对 啊 那我理解了 然后我母亲这边说她 我也很理解她的处境 我妈就突然背着我妈跟她说 分手的事情 我又很生气 后面我就没在家里了 我就过来陪她 现在就是跟我妈保持一种 就你妈希望你跟她分手是吧 也不是 我妈就觉得是她现在 没有说正式去工作嘛 就觉得结婚了以后 什么会成为我的负担 她就反对 我就怕她现在考研 万一又失败了 她现在那么多重心 就是有时候放在这种模特上面 我就觉得确实让我很担心这点 不是你是要娶她 还是要娶一个有工作的她 我肯定是想娶她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是要娶一个有工作的她呀 我只是想从中调节 就是这婚姻不适合我两个人能说了算的 也是双方家庭的一个容度 你已经打算跟她结婚了 就是我爸妈还蛮喜欢她的 你觉得你爱她吗 我觉得我挺爱的 但是这些问题解决不了 你相信她吗 我不相信她 我不相信她 你爱她但是你不相信她 这是什么爱 她做得也不好 我就是希望她能为了我改正一下自己那些毛病 什么毛病 跟异性保持距离 能删掉那些女孩子 然后稍微努力一点 就是你今年也要考自考 也要提升自己学历 就去把桌上那几本书翻一下 别一天躺平在家里 因为我是喜欢我的另一半能上进一点 你又不相信她 她又躺平 那你爱她啥 同样的道理 其实我就觉得我也很爱她 但是她让我活得很压抑 就是我做什么她都在管我 对呀 所以你找一个让你不压抑的人 你找一个本身就积极向上的人 你们干嘛一谈恋爱就想改造对方呢 我也在为她而改变 但是她总是把我的改变视而不见 让我真的很累 好吧 人家都说爱是来自于彼此欣赏 很多年轻人都是没有彼此欣赏 我们最核心的恋爱目的就是要改造 可是你当时喜欢她的时候 她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吗 安于现状 你喜欢她的时候 她不就这么一个姑娘吗 有自己的想法 愿意多做一些事情 可能还有一些小野心 她就是这样的呀 你们为什么要彼此改造对方呢 可能谈恋爱的人 对自己的另一半要求都会越来越高吧 哦好好好好好 来吧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真的希望另外一半变得越来所谓的优秀吗 假如男生在这个学历上再上升一点 那是不是有更多女生喜欢上她呀 现在都看不住了 她再变优秀了 那你不更得慌慌然来呀 有没有想过 所以到底是希望对方优秀还是另有所图 还有啊 前男友刚才说了 各方面都比他好 那为什么还分手了呢 如果前男友都比他好的话 为什么还和他继续保持相处呢 还把希望放在他身上呢 我相信你有你的理由 但是至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方面说我爱你我离不开你我希望你优秀 而另外一方面 又用各种方式去打击对方 还有你们恋爱时间不到一年吧 然后现在对方的妈妈就把电话打到你这边来 又说各种的适合不适合考不考研 我觉得你们的恋爱还没有充分谈完呢 就绞尽到婚姻当中去了 我个人认为就是恋爱是一个彼此了解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还没有涉及到所谓的改造呢 还有很多的这种考验要去经历 没有充分的了解 没有充分的恋爱 就匆匆忙忙的谈问论嫁 这非常可怕 所以啊有一点女生要记住 千万不要拿前任和现任去做对比 因为你在身份上在否定他 那么他也同样会否定你 所以为什么他说你画画也不好啊 摩托性的工作也看着你啊 你们都在否定对方 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欣赏了 那我觉得这个恋爱就没有贪成功 婚姻那根本就不要他了 还有我们一直特别讨厌改变这个东西 人和人之间包括夫妻之间 有的时候更多是一种自然淘汰和良性影响 什么叫自然淘汰 你给他压力感呢 你该考你的严考你的严呢 该赚你的赚你的钱 该拍模特儿拍模特儿 这是我的工作 他在嫉妒当中 他反而觉得自己有危机感 因为你很优秀啊 如果我不努力的话 我跟不上你的脚步啊 我就被淘汰了呀 所以你不用对他有什么要求 你只顾优秀 压力让自己琢磨去了 就够了 但是你也一样 不要总是攻击对方 否定对方 最后呢 发现彼此的那种好感 还没有在了解的技术上 就被消耗没了 所以从目前角度讲 你们先别说结婚的事 怨恋爱再谈一谈 反正我觉得俩人现在好像很多地方都不合拍 这个危机挺大的 你们散思吧 我觉得你们俩有个共通点 特别像个共通点 都特别有优越感 女生的朋友会说 哎呀你看你找了 就我这女朋友这么漂亮 你真是上辈子有福气了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啊 有很多女孩像你一样 在努力生活 在追求上进 没有怎么样的优越啊 男生就更是了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本地孩子嘛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一个爸爸妈妈在背后 可能用不恰当的方式爱你 这有什么好优越的呢 所以我听起来你们俩特别像在谈条件 哎我优越啊我年轻漂亮啊 所以你得听我的对我好啊 我得对你指手画脚你不上进 哎我优越啊 我是一个当地的男孩 我自己工作很稳定 连工作都没有 所以你得听我们家安排 所以我妈手能伸那么长来 管咱俩的爱情 你们俩所有的共通的问题 就是这一点 而不是去低下头审视自己 我是谁 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 女生是你有才华你画画 是你独立自己去求上进赚钱 那你不要去找他这样一个 安育现状的男生啊 你找一个和你一样还在拼搏奋斗 你们都在努力挣着自己的钱啊 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呢 你不就从他身上看到他很稳定吗 你不就是觉得他很安稳 这是他身上吸引你的地方吗 那你珍惜这一点啊 你不能一边去拥有着他的安稳 一边又说他怎么那么不上进 要对他指手画脚 男生更是这样了 你不能一边说 哎呀他确实比我在酒吧里 遇到那些女孩子靠谱啊 你看独立上进啊 一个人跑到外地来求学啊 然后一边又说 你这这这那不对画的也不好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体现自己优越 想要掌控人家呢 爱情婚姻当中没有谁高谁低 只有互相欣赏互相成就 你们如果是互相踩对方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思吗 所以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是真心不合适 你们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了一个不对的人 那注定就是彼此的消耗 我倒觉得这个年龄去寻找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 去找一个和自己情色和鸣彼此欣赏的人 可能更有利于你们未来的成长 谢谢 女生我想问你一下 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跟女孩一起玩 朝三暮四天天玩 然后呢他工作也不想要再拼搏 再变得更好 同时他还有一个妈妈 管他管他比较厉害 请问你会跟这样男孩谈恋爱吗 嗯 不会 你自己都做好选择了 你还上这个舞台来干嘛 你要去改变一个不可改变的人 那是他的生活 那是他选择的生活 他可能就想躺平 你干嘛非要把一个躺平的人拉起来 跟他说 哎 起来了 我们干活了 他不想 自考的书放在那是摆给他妈妈看的 不是给你看的 然后对于他的生活来讲 就是在外面跟别人一起玩是最开心的 他想要享受生活 他上班够累了 这是他的原话 我就想享受生活 不可以吗 可以 那是他的人生 你干嘛要去干预 你唯一可以干预的是你的人生 所以我想说你 你既然想要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好 你就拼命把你自己变得更好 不要去管他 你现在浪费时间去管一个你不该管的人 不如把这个时间拿来去管好自己 如果你真想考研 真想在你的业务技能上 你的画画技能上有所增长的话 你就去画画 通常对男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谈恋爱 就是男生跟自己的女朋友玩 如果你真的想去跟那些女生玩 你就去寻找那些女生 不要去找她 如果你妈真的想让你结婚成家的话 跟她分了吧 踏踏实实找一个你妈 心里面觉得还比较认可的儿媳妇 够了 所以 两位 生活是你们自己的 不要去抢扭别人 变成自己想要那个人 抢扭下来 最后是把自己给扭来变形的 痛苦一生 燕雀安之鸿湖之至 同样的 鸿湖安之燕雀之至 因为这是两条不同的轨道嘛 我们的目标是不同的 所以就很可惜你知道吗 就可惜在什么地方 你明明心里面是有一个志向的 你对于未来的生活是有一种追求的 可是为什么你爱情里面的审美还停留在 这种阶段吗 这就很可惜 就我我一直为有一些男生和有一些女生 我都为他们可惜 就是有的时候爱情真的会成为一个人的某种拖累 不是说爱情不好 但那个审美真的太过于短视和眼前了 问题就在于你的梦想还在不在 还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还是说我真的追求一段安安稳稳的婚姻 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 现在是你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这是你 对于你来说 当一个人的生活的审美点放在个人成长上面的时候 而另一个人的个人审美点放在消遣性的娱乐上面的时候 我不说谁好谁坏吧 至少把快乐建立在消遣性娱乐上面这个人 没有资格去指责了一个人 就好像你肯定在人际关系当中 你是具有非常大的巨大的价值的 那些价值带给你很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但是这些事情可能在一个人 孤独的关在画室里面 画出一幅画之后的那个成就感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维度的成就感 不是说谁高谁低 不要去跨越维度去指责别人 而对于你来说 安我的生活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从爱人身上去多一些学习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也许这个爱情还能再谈一段 因为不了解 你会发现不了解而相爱 因了解而分手 我刚才其实问了一句话 现在我头要把这句话拿出来再问一遍 是现在的男孩都变坏了呢 还是现在的女孩都太傻了 真傻吗也不傻吧 看不清楚吗 不知道吗 真有那么坏吗 也没有吧 那为什么还能在一起呢 在一起为什么要互相指责呢 那个部分一定是有需求的 那双方现在彼此需求的是什么呀 这个需求还有价值吗 如果没有了这段感情肯定也就不在了 你们自己去做选择吧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我也一直想进行好我们的感情 但是我总觉得每次都对我太过于苛刻 要求也太高了 我也在一直为你的要求去改变我自己 但是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达不到你想要的一样 我真的很想努力的维护好我们 你能理解我吗 并不是说我数落你什么 但是确实我很容易吃出你的那些前任和异性朋友 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我也希望我能好好改正 也希望 你能再多理解我一点吧 好吗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预测一下结局 这两个人不同频 我觉得走不到一块 双不出 双不出 男生出不出无所谓了 女生坚决不许出 男出女不出嘛 来 我们看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是怎样的 记住周老师说的话 谈恋爱就是跟女朋友玩 这世界没有什么男女闺蜜 来跟前女友说点什么 希望她以后能在她想要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好 可能没了我对她也不是总拖累 好 谢谢主持人 加油啊 谢谢大家请回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挺好的 人生成长课 一段爱情如果失去了 但是两个人在这个当中都成长了 说明这还是一段不错的爱情 至少他们获得了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你就像小说里走出来的大小姐 不吃人间烟火 平时所有的生活起居都要我来照顾 这样的教程惯养 我真的理解不了 你的自尊心好像永远都比我重要 我无时无刻不再照顾你的情绪 但你的所作所为 却让我越来越失望 你真的太任性了 想一出是一出 从来都不考虑后果 做什么事都三分钟热度 难道你对我们的感情也这样吗 你总是让我在你和未来之间做选择 总以爱的名义束缚我 这样无休止的争吵 已经让我精疲力尽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璐二十二岁来自天津学生 有请 小卢二十二岁来自天津学生 祝珍好 欢迎老妹 大几了 大三 你呢 我大四 哦 你们俩没上来之前 我就一直在想 那姑娘应该是一什么样的姑娘 知道吧 谈了一年 是吧 一年多 一年多了 玩桌游的时候认识的 对 对 谁追的谁 她追的我 哎呦 有有有 难受主动点吗 好追吗 不好追追了好久 追了多久啊 三个多月 我怎么办 你别在那搞笑 我根本就没那么久 有绝对有 我陪你打三个游戏 你才给我在一块的 行吧 下面就是 女生各种让我不理解的啊 我一一求证行吧 行 说每次她跟你约会 你都嫌她穿得特寒酸是吗 对 她就是特别不注重面子 不注重外表 总穿着那个裤衩 大背心她就出去了 就特别丢人了 主持人咱说句公道话 我今儿穿得寒酸吗 我觉得还行 那是你今天打扮了 你平常是这样穿吗 那谁上台不打扮打扮呀 我日常出门 我也就这收拾呀 那太麻烦了 你快别跟我说话了 这有啥呢 日常都穿个大裤衩 大背心就出来了 对 这不是很正常呀 但是我朋友 都是小女孩嘛 你说那个小女孩 那样她都不合适 她一点也不看场面 这个要注意仪表 这倒没什么 但是我听说你好像 只喝一种很贵很贵的水 是吧 我就喜欢喝那种水 然后从小到大都喝 然后她其实她也知道 她根本就不把我说的话 放在心里 你停一下 就说不是我不放心上 就是人家大小姐 喝的是那种玻璃瓶的 我喝的是感觉跟 就是咱的其他普通品牌 款水是一个味道的 但是在女孩眼里就是 不行 我就得喝这个 永远不喝塑料瓶的水 我就觉得塑料瓶水 你说外面天那么热 太阳那么晒 一晒 有害物质都散发出来 对身体不健康呀 你看那大小姐 只喝那个谁买 有时候是我买 但是她家买了好几箱 从家里背出来 倒没什么压力 有压力 它是剥离皮的 没事重点嘛 做挑夫嘛 身体啊没事 也行啊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啥韧性的呀 吃饭 人出门吃饭 吃个炕烂面 吃个烤串 人不行 人就得去那种高级餐厅 我带她去吃那个 特别好吃的地儿 这是那种网红店 我觉得就是好吃 咱打卡 没毛病吧 没毛病 人姑娘不乐意去 那怎么我为妈 又乐意去那种地儿 多脏呀 有一回吃完都 转天都拉肚子了 这这这这 吃的问题就不说 一点也不卫生 吃就不说了 我听说你把她 送你的很多礼物 都在二手 平台上卖了 卖了是吗 为啥 我接受不了 她送我的任何奢侈品 因为 那你可以不接受啊 你干嘛卖了呀 人家送我了 就能够不起 那么贵的衣服出门 那是我送你的心意 你说卖就卖了 主持人您不知道 就是她对花钱 没有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俩看这家小店 咱们俩住的那个楼底下 然后有一次呢 我那个店池嘛 拿下去了 我就说让人姑奶奶 说给我烧一趟吧 人姑奶奶不行 他说不行 我那不能自己下去 然后人家姑奶奶 三分钟到晚 愣是给我叫了个闪送 麻烦人家外面小哥 给我送过来 主持人她老污蔑我 我上回我都跟她解释了 我刚洗完头 我头都湿呢 我都没吹干呢 我心想她要是要 她就着急 我就赶紧找人 给她送过去呗 她又不乐意了 她的这个消费观念 真的是太那什么了 今儿办个卡 去建议房 明儿图屋馆去一趟 后天游泳办个卡 有一次人家小姑娘 刷抖音看那个油画 看那个油画 挺好看的 把那个材料全买回来了 花了一天 转个打发说 哎老公 我不想画那个卖了吧 我说干啥呀 咱们就玩一天吧 我说我不想玩了 我觉得把那些卡 没什么毛病呀 而且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咱们的家人都能一块去啊 而且就算是 现在没时间去 等以后也有时间去啊 我花钱是买那些服务的 嗯 能看 这这姑娘花钱 就跟捐款一样 嗯 我弱弱的问一句 这钱哪来的呀 嗯 就是有的时候 是找家里要的 不是就是家里要的 也不是纯是找家里要的 因为我们两个 一块开店嘛 有的时候开店会有一些 你们开店有收入吗 多吗 能支撑得起这种消费吗 绝对支撑不起 哈哈哈哈 明白了 那店也是 大小姐玩的一个店 对吧 呃不是 店是我们俩一起干的 哦 哦 行吧 咱接着往下听啊 花钱手比较冲 还有什么问题 就还有很多私下的问题了 啊 我们俩一起住嘛 咱姑娘说请保姆 我说咱别找请保姆了 我教你啊 做些家务 要是你实在学库会呢 嗯 到之后再换我自己打扫 然后最后 真就成为 我自己一个人打扫了 我又不是没打扫 你总是拿这些小事来说 姑奶奶可打扫过啊 我们俩外边真打扫过 拿那个顿布进厕所 滴了一圈 就在那个地上啊 就这个地 转了一圈 啪回去了 就中间一个圈干净 旁边圈回 就是就是 也是江山过阳长大了 这些活儿也不会干 我招保姆你又生气 我自己干你又说不行 你想让我怎么样啊 我不是想让你怎么样 我希望你能成长一点 就是自己学会一些 能独立完成的东西 这些是我们大家都 需要学会的事 就最简单的事 他都不会 人晾衣服 有一次我把衣服洗完了 晾那个阳台上 我就冲门上班去了 这事也怪我 外面下雨了 我就忘了提醒人宝贝了 人就真不知道下雨了 该把衣服往里收一收啊 我都跟你说了 我起来的时候都下午了 雨都不下了 我怎么收衣服呀 我都不知道外头下雨了呀 我还出去看了衣服 我吃的 我说等会儿再收吧 那你要一直在我身边 手把手教我会这样吗 是 就说到每天我 就是下班回家 我说我就多陪陪他们 夏天 我这个胳膊上就出汗了 他呢有点这个追星的喜好 就是我就 就不小心把那个 他那个追星那个 那个是花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给蹭花了 海报兔签 什么签 兔签 专门给我签的知道吗 那你跟他谈恋爱不 你跟我谈什么恋爱呀 就因为你长得像 我才跟你谈吗 要不然我跟你谈什么呀 哎呀 惨了 哎呀 主持人我现在能离场吗 不不不不不 你快走吧 我真走了 不斗嘴不斗嘴 然后怎么了呢 把那吐签 然后人顾男人 一礼拜没理我 一礼拜 就因为一个签名 那人家喜欢真是的东西嘛 是 这个咱是男人 我也理解我忍了 对忍了 听说你脾气很爆啊小子 这个确实 主持人你都不知道 他脾气多爆 我们两个一起听歌 然后呢 就听到一首歌 我就想跟他开玩笑 我把那首歌切过去 他直接把耳机摔坏了 为什么 你说你做得过不过分吧 就是 就好听狗歌 就好听那一首歌 他就不让我听那歌 他就是每一次我 他人姑娘可能是跟我调皮捣蛋 嗯 但是我上了一天班了 他是啥 他在家躺了一天 我上了一天班那能一样吗 他有劲调皮 那我没地儿陪他调皮 我不就是跟你开玩笑吗 你至于的吗 你直接就掉脸了 那我不掉脸干啥呀 我跟你戏皮笑脸的 我也跟你玩 你可以管管你的脾气行不行 我管不了 我就瞅你一眼 你直接摔坏地走人了 改不了 改不了 我就得脾气 刚认识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刚认识的时候谁不会 那对吗 那一口一个宝贝叫着 那一口一个公男宠着 在家吵架也是 你直接你就去网吧 跟你朋友通宵了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给你打了八百个电话 微信打了八百个鱼 你接过吗 那次是怎么回事主持人 您来评评礼 嗯 那次我天天跟他说了 说宝宝 我晚上我跟我那个朋友 出去上网 第一看是答应我好好的 我那四个泡在那等我了 冬天那些是 他把那个羽绒服 给我扔浴缸里抛尸了 就为了不让我出门 我不就想让你陪在我身边吗 你一出门 我联系到你人吗 而且你就算和你朋友出去 你不能带着我吗 我一个人在家多孤单呀 你能陪他们打游戏 你不能陪陪我吗 我们五个男的 带你干嘛呀 对 你就出去 跟你那些暧昧对象出去了吧 怎么暧昧对象 说清楚了 怎么不暧昧对象 人家收拾你一个也没拉开 你把我那些没拆放的化妆品 你全送人家了 你合适吗你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是干直播的 我除了开店 我还需要干些兼职 再干一些就是有关直播 人直播人就有人给我打赏 打赏呢 大部分都是女性消费者 那你朋友圈你那些前任 你怎么解释啊 你和你朋友圈里所有的前任 你断过吗 断过呀 我就没有扇朋友圈习惯 我朋友圈就没有扇过一条 你朋友圈都是锁起来了 是所有前任的所有朋友圈 你都锁起来了 我就直接锁上了呀 我没有扇朋友圈习惯 你活在回忆里多好呢 你干嘛要来打扰我呢 行 你的意思是把那些化妆品 都送给了你的客户了是吧 对 主持人那些都是我新买的化妆品 我自己都没拆封没用呢 他直接就送人了 都是他的暧昧对象 那你介意吗 我当然介意了 我看你不介意啊 你介意你可以走啊 我太喜欢他了 太喜欢他了 就他真的很过分 我知道这些事之后 我就特别缺少安全感 然后他又不经常在我身边 他直接又把手机密码和锁屏都换了 然后还安了防窥屏 我就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办了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现在 就离开他就有安全感了 想过离开吗 也没想过离开 离不开他 马上你大四是吧 对 我马上大四 马上大四 还有一年要大学毕业了 嗯 未来咋规划呀 未来就是毕业了 我家里人是想让我在出国 深造两年的 哦 然后他就总以这个事来要挟我 要挟你啥 每回一说到出国 他都要威胁我 就拿分手威胁我 不是威胁你 是 如果你真的出国了 以你现在这样 拖地都不会拖 做饭也不会做 什么事都需要花钱找别人来帮你的情况下 你出国能干什么呀宝宝 我不是说不想让你去变得更好 我也不是阻拦你 是你真的出国了 你根本什么都不会去做 我希望的是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里 我能把我会的全部交给你 让你成长 让你独立 到时候你想去哪都行 那你不能陪着我一块出国吗 我爸妈都同意了 你为什么就不行呢 我有我的事业呀 我有我的家人呀 我得挣钱 我现在挣的钱 连你都养活不了 我怎么养活我们以后那个家呀 我得在这边好好努力呀 可是我又不需要你养呀宝宝 那不行啊 我只想让你陪在我身边 我觉得 反正我要是你爸妈 看到你今天的这种状态的话 我是你爸妈 我心脏病绝对反 每天睡到这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嘛 想打游戏打游戏嘛 完全没有约束的人生嘛 就是放任嘛 但是他有很多的优点 就是任性吧 他有很多的优点 是我在这个台上没有说的 他很善良 他非常的善良 善良谁不善良 所以我其实听完以后 我我也 我 今天要来干吗 就是我一我一说出国 然后他就拿分手要挟我 所以你是想留他 留一段感情对吧 其实我们听到的 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被家人惯坏的 一个空虚的女孩 就她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来填满她的内心 一个人心空到 就拿所谓的爱 来填补的时候 那我不知道这段爱 需不需要留嘛 其实我觉得你们 不要急于谈恋爱 对你也是 对他也是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吗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本圈 出国你不愿意是吧 嗯 不乐意我觉得能理解 舍不得吧 但是又一些我觉得 这个 严重了 如果说一段恋情 因为谈着谈着 因为彼此的私心 就阻碍了对方的成长进步 我觉得这个是自私的 良好的恋爱 一定是成就对方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他 包括你有足够的自信 让你朋友走 不要因为恋爱 阻止对方成长 这个我觉得是不道德的 是要成就对方 另外一个呢 我也看到女生的家庭条件 可能好一点 这个没毛病 父母有创富的能力 但是从某种角度讲的话 父母对你的教育 我觉得可能有些问题 让你有些 比较错误的消费观 包括个人的独立性成长 还不够 这个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咱们到这儿 要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 注意自己的成长 好吧 好的 好 虽然看起来你们两个 都长得漂漂亮亮 但我总觉得两个人都拎不起来 男生你知道你为什么 今天场上看起来很温和 会让我们误以为 这人是不是脾气挺好的 老是笑咪咪的 即便是挑女朋友的毛病的时候 也不是那种急痴白脸的 但是你们生活当中 又会因为一点小事 你就能摔耳机 或者站起来就走人 就你会莫名地自卑 又莫名地自信 你会说 哎呀她喝玻璃瓶的水什么 她吃饭就是得去餐厅吃 就是大小姐 就是看不上你 这是莫名地自卑 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去暴躁 暴躁只能代表你心里是自卑的 其实一个心态平和的人 不会因为小事情而突然暴躁 也没有什么好 就是莫名自信的 什么她就生活能力差 出了国照顾不了自己 饭也不会做衣也不会洗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你就比她好很多吗 你就那么自信 你比她更成熟吗 我看起来你也是一个小朋友啊 所以尽管我们年轻 但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去谈恋爱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好 女生 我觉得你好像生活一直被人牵着走 跟人谈恋爱是因为跟你打了仨月游戏 你就跟她好了 是 那谈恋爱是打游戏就能看上她的吗 你就被她牵走了 你的生活马上面临大学毕业 出国深造 如果这是你自己的意愿 而不是你父母强加给你的 如果这是你对自己人生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安排 我所强调的是你自己 那你就勇敢地去啊 所以我觉得姑娘你也该长长了 生活的节奏把握在自己手里 你们都长大了再去谈一场真正的恋爱 现在就有点像郭佳佳一样听起来 没那么真实 好吧 女生你哪是在谈恋爱呢 你明明是找了一个爹 我所谓的你找个爹 就是精神上你需要依赖他 空间上你需要依赖他 你做任何事情都希望他陪在你身边 这不叫谈恋爱 谈恋爱一定是相互的 我都觉得你有点像买恋爱了 你在花你的时间 花你的金钱 花父母的钱 去买他来陪伴你的时间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我觉得男生跟你三观完全不一致 刚才他已经说了 把你自己买的化妆品送给他 打赏的这一些粉丝们 你用你女朋友的东西 没有经过他允许直接送给别人 你这又是不尊重他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说女生 你是在感情上依赖他 你的依赖是已经在交换了 那这种爱情绝对不可能长久 我们一直说一句话 用钱买了的东西早晚都会 被另外的更高的价格所换走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踏踏实实 真心实意谈恋爱的话 先让你成为一个独立的女生 否则无论是你的父母也好 还是他也好 没人能陪伴你长久 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跟这个女生 在一起长长久久 或者你真的很爱她的话 你就不应该在内心当中 去先看不起她 不要在语言上面去打击她 刚才你说一句话 你说对 因为我们吃顿饭 我摔了筷子就走 爱人怎么可能 因为小小的那一点事情 摔了筷子就走 你在外面还要注意 你自己的形象呢 那你为什么能那么做 因为你知道她离不开你 你想用这种方式 来去恐吓要挟她 因为你知道一旦你离开她 她会受不了 她会来奔你 所以这不是爱 这是一种绑架 所以两位 我至少到现在为止 我没看到你们在真心实意谈恋爱 所以如果真的要我给建议的话 我倒劝你们两个人早分了吧 出国 好好地去学习 学习完了以后 回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女生过后 如果她还在那原地等待着你 好 你们可以重新双向奔赴 同样 让她走 你也先踏踏实实地 真正地作为一个你说的 我想做主播也好 想要工作也好 你先做好 做好以后 真正学会如何爱人 等她回来 如果有可能 你们再在一起 就我看到的是一个穷养的女孩子 和一个被钱压垮的男孩子的故事 我说你是穷养的 一点都不为过 你还笑 真的 就是你们家对你养的太穷太穷了 因为你爸妈以为 所以 富养女孩就是用物质 这都错到哪去都不知道了 我们富养一个女孩 养的是她的心性 养的是她的审美 养的是她的包容 养的是她的眼界 不是养她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品牌 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 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东西 钱能买到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有限 钱买不到学识 钱买不到审美 钱能表达的东西太少太少了 问题 你还偏偏被她所表达出的那些钱给压垮了 你一直表达出 她就是因为她有钱 所以我们不行 不是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钱不行的话 你根本不会表达出现在的这个状态 不自信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审美标准 它不是我的审美标准 它有什么可得意的 今天就算是一个有品牌的衣服放出来 我可以要也可以不要 为什么 因为它不重要 我们身上有东西可能更重要 所以你的问题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 而是你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支撑你对钱说不 所以 幸好你们都还年轻 我是觉得 在年轻的状态之下 你也不要说什么出国不出国 出国不出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脱离你父母的供养 去独立的生活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你的重点在于 无论别人有多喜欢你的颜值 你能不能给自己培养出一些不扣脸 我也足以生存的东西 这才是你们作为年轻人 现在真正应该考虑的事情 否则真的 恕我之言太穷了 就这样 女生说了一个细节 其实我挺震惊的 就因为你长得像我的某约偶像 所以我才选择了你 你丝毫都没有顾及 这个男生的任何一点心理状态 为什么会如此的骄纵 你说你骄纵的资本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是你貌若天仙呢 还是你学富武车 还是你什么 听来听去好像就爸妈有那么一点点钱 那属于你自己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让你自己骄傲的到底是什么 你们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怎么谈这场恋爱 要不要谈这场恋爱 你们就清楚了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太阳 你老说我管着你不让你出国 其实我真的怕 出去之后你自己能干什么呀 你会成长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 你自己去经历那些痛苦的过程 我希望时时刻刻都是我在你身边 我可能不能保护着你每时每刻 但是至少我能替你分担一些 这样你也会变得更优秀 能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一起 我清晰期的到今天已经是 四百七十二天了 在这四百七十二天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们都在互相陪伴 好难想象啊 如果你真的走了的话 这四百七十二天的每天的意义 回忆还能在哪里 自己坚定信念啊 刚才其实白说了 看家里头培养的 只要有爹妈在 没事你可以任性 男朋友现在又来这一套了 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 以爱为名 让一个女性不做成长 你只去掂量掂量的一个事 是不是这样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做一个预测吧余老师 这两人还年年糊糊呢 肯定分不开 双出 男生最后一段话其实特别特别可怕 这段话就是说 你离开了我你是活不了的 对吧 这里面是有充满了轻视 只有在我的护医下 你才能很好的活着 其实当一个男人这么对一个女人说的时候 这个男人也虚弱到头了是吧 我要是他父母的话 我可能捆着他不让他 出来谈恋爱 得让他去学习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孩的父母 可能管不了他 所以他们两个可能会出来 但是在生活当中 他们会受尽无数的苦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双出吗 双出吗 行了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来请亮灯啊 我突然发现我们其实跟他父母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老希望为孩子把所有的风影都挡了 其实他们要真成长 不就得自己摔打自己感受吗 好 行了 谢谢两位 祝你们快速成长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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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